据我所知,是原先有在唐東 然後又因為好像是有一些兄弟之間的事情 又牽到了永留 那永留那邊再過一個時間的話 具體時間我不是很清楚 然後又牽回了唐東這一邊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家庙跟他們的有點不一樣 甚至我們這個宗族的人 我們全部都是用吉亞元派 他們都是用青亞元派這個人 我發語音比較快吧 就是呢,其實 整個支脈下來說的話 就是一個家族遷徙的一個路線 就是說我們從中原地區遷徙過來這邊的話 其實吉亞元派在這個 當他們跨過所謂的泉州府的這個 代雲山山脈的時候 就做出了一個分支 就是延伸出了濮陽元派 就是現在的莆田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代奸相菜經的這個派系 然後這個菜經的話 但是他們又中間又出了一部分人 來到了泉州 在泉州的話生活一段時間 因為泉州這邊有很多老建築 那就是有所謂的這些濟陽別墅這一些 因為很多泉州現在還保留了這種門扁文化 門扁文化就出現了非常多的濟陽別墅 什麼濟陽元派這一類的 你在泉州只能看到濟陽元派都是大家族 而且都是非常古老的大家族 所以呢 這一部分 原先屬於濟陽元派的人 在蒲田做一個分支 分出了蒲陽以後 來到泉州城 那泉州城當時在宋元時期 又做出了一個分割 就是往南門外遷徙 往南門外遷徙的時候 就在現在的浸江市的市區 清陽鎮 就是現在的吳甸市 吳甸市那邊做一個分支 就衍生出了一個新的派系 叫做清陽元派 那這一批濟陽元派 剩下的人呢 一部分是往實施走了 一部分濟陽元派的人往實施方向走 另外一部分就往現在的浸江市的 就是沿海地區 繼續深入 那就是出現 其實在浸江那一個 遷徙的位置的時候 有出現一部分 清陽元派跟濟陽元派的人一起往海邊走的趨勢 那其實正確來說應該是 就是清陽元派的人到了現在我們住的那個村子 唐中村 然後呢 濟陽元派的人也一起過去 就是我們那個家族 但是居住了差不多有快一個世紀 差不多一百年或者是五十年左右 我因為家族的這些老人家沒有跟我說的很清楚 那這好像有一些某些事件不合 然後我們的祖先就回到濟陽元派的人最多的 當時濟陽元派的人最多的地方就是現在十四永寧那一帶住 那住了一段時間後又回來了唐中村 因為說正確的說你要開 因為我是做全洲文化歷史研究的這一塊的 然後每當要開一個新的派系的話 一定要出一個可以說在當時全清一時的大官 或者是出一個非常大的望族 那才能自己開一個唐號 我從他們姓黃的或者是姓陳的這一些下去 他們的家譜這樣分支下來的話 大家都得出一個歸論就是說 你要出一個望族或者是一個很大的官 才能自己再開一個知脈跟唐號出來 本身我們這種家族延續 聽說這個判斌中村這個混蛋 其實就是近代的近人難度到我們所謂的 泉州這個難